严守医道 经修医术 是把翁家医派 乃至中华医药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辞了 轩儿 我再跟你说句心里话 上海谈非梦何能比 孙猴子再会翻筋斗 也逃不过五指山啊 你啊 还是小心为妙 紧急教诲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我看你是死不悔改 夫人 夫人 找这个方便给我去抓药啊 你来干什么呀 看病 哪儿不舒服呀 哎呦 这儿特别难受 像你想的 上一遍去 你就说 你怎么着 才能跟我回家 说得没用 你做不到 谁说做不到 你尽管说 走 背我回去 来 走来 陈老板 你起来 起来 我给你回家 我给你回家 小谷哥 你去干什么呀 我去买点东西 我也去买点东西 你去买什么呀 天涼了 我去买点过冬的衣服 正好我也要买过冬的衣服 咱们一块去 你们要出去啊 十年我来帮你拿 去哪儿啊 妈 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妈 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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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нять安保护的 干净 你去哪儿啊 在 aromatic 你来一句 我去的 冬 Theyasa 那我就去哪儿 perfect 你去哪儿啊 这些人 你去哪儿啊 我这 multiples 你绘绘了 你们就挺着実員的 你在这里 那高小浦和小荣挺好的是吗 他们俩好什么了 我就随便问问 你快忙吧 我走了 你这话说一半留一半什么意思呀 真的没事 不行 你得把话说清楚了 姐 快去睡觉了 我还不困 你先去睡吧 姐 我问你个事呗 你得如实回答 你说 你觉得 高小浦怎么样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怕看错人呗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呗 姐 你就告诉我 你觉得他好不好 好啊 有多好 就是好 好就行 好 我就放心了 你 你喜欢他 姐 我不喜欢他 那你问这问他在干什么 你喜欢他呀 你别瞎说 姐 姐 你别疯 姐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有什么用啊 姐 你说实话了 你就是喜欢高小浦 你把小荣给我叫进来 好 你别瞎说 你别瞎说 就应该找高小浦 你还说了 你别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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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找你 我爸找你 我爸找我 去吧 你别救我 你别瞎说了 我爸找你主持人 你别瞎说了 您就把他理睭了 你提起她的 在干什么呢 你别瞎说了 我说心里 我知道了 下回独闹了 这往远了说 也包括你们将来的婚姻 那都得要讲究个门当户对 不能够胡来 你说对不对 爸 我们俩就是闹着玩呢 您用得着讲这么多吗 讲多点好 讲少了不行 我知道了 那我们先回去吧 那个 天冷了 多春点 谢谢爸 我先回屋了 温大哥 你和嫂子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们听戏 为什么请我们听戏 不是说好了 您赢了比赛 我就唱一场大戏吗 对啊 可是我没赢啊 凭手而已啊 温大哥 你又谦虚了不是 您眼人一看 就知道明明是你赢了 说实在的 其他的并不敢说 单说治疗伤寒病 中西医各有所长 我就想啊 中西医如果能够联合治疗 能把伤寒病根治 可我这话 都说在前头了 我得画肤前言啊 要不你回去问问嫂子 看她什么时候想听 我就什么时候唱 再说再说 游老板 这两天我一直在做某个事 我想请西医讲课 请西医讲课 我说 文大哥 你可是上海中医学会的副会长 你这么做 是少不了闲话的 我跟你说这个事啊 也正是因为我有这个顾虑 说实在的 之前我对西医并不太了解 通过这次中西医比试 我发现西医确实有所长 应该让中国广大的民众 对西医有更广泛的了解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对患者来说 能治好病就是良 不能为了保全自家的医术 而盲目地排斥外来的医术 不能广开沿路 隔骨顶心 用不了多少年 我们可能会记不住人 所以啊 请西医讲课 是在帮我们刺激 让患者更快地摆脱痛苦 这是唯一之根本啊 文大哥 你这话是没错 但君言可畏啊 良仪处事 不见名不记利 此其利得也 挽回造化 力气沉刻 此其利公也 我知道 我也说服不了你 这样吧 我倒是认识几个不错的西医 要不要给你引荐一下 好啊 赶紧联系啊 带着我去拜访 这么着急吗 这是正事 大陆 瘟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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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被运动 它会发生疾病 就像在身体上放了一个时间码 所以运动的运动 必须做得很快 但是割除以后 依然还有可能 会长出数块肿瘤来 但是又要割除了 那么 中国的医疗是什么 他想请问一下 中医建议怎么治疗 手术前啊 我给他进行了诊查 脉想寸属关闲 蛇质红酱 蛇态波脱 乳炎肿硬已久 肝血不养筋脉 精血不得畅通 所以呢 遍体酸痛 腰腿忧伸 中医讲啊 健肝治病 治肝传疲 治病呢 以先安慰受邪之地 此病虽不可肃愈 但可祸安 那么 中国的医疗 很特别 中医果然有独到的地方 西医也有很独到的地方 我们之间应该互相借鉴 我们可以学习 是的 是的 真想用他 你这个英语水平真高啊 有些西洋人喜欢昆曲 跟他们交流多了 我也就学会了外语 那中医的专业词汇 你是怎么翻译在那儿呢 比如您说那一段 说治病必求语本 减肝治病 治肝传疲 英文就是 中医治疗疾病 中医治疗疾病 讲究从病院上治疗 如果治疗肝病 就先要从脾胃病上开始治疗 准确 那也是您教得好 我敬您 千许上 这不也是跟您学的吗 敬您 谢谢 中医中医 相传了几千年 祖传的东西啊 可谓老 也可谓旧 但是如果老的旧的东西 我们不敢去改变它 新的医术呢 我又不敢接受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高不成 低不旧 不能要求 所有人都跟您想的一样吗 中医如果要发展 这叫高不成 低不旧 就一定要摆脱门户之争 而且要不断地融合 各家所长 要吸收新技术 中医要守住本 一定要朝外看 马拉雅 脸上 有个面包茶 您接着讲吧 大家好 这位呢 德国的西医 史蒂芬先生 是我的好朋友 我请他来啊 是给大家讲一讲西医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对西医啊 应该说我们是知之甚少啊 那好啊 那就请史蒂芬先生 带我们了解西医的不同之处 是吗 师傅 外边有人给您送封信 哦 嗯 先生 您请 你好 来 快坐 先生 爸 请报上您的姓名和年龄 我叫 曲桂江 今年四十六岁 好 怎么办 吃饭怎么样 我就是不爱吃饭 看见吃的 尤其是肉 还有油行大的东西 我一看见就想吐 右下腹是不是 经常会感觉不舒服 是 肚子那儿经常不舒服 肚子肿胀 对对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了吧 找没找其他的大夫看过 找过 可都说看不了 所以才找到您这儿来了 您无论如何 也得帮我想想办法 居先生 你应该很清楚 这个病啊 很重 没有痊愈的可能 但是你放心 我会尽最大的可能 来延长你的生命 我还能活多久啊 至少一年 别人都说我最多能活三个月 您能让我活一年 请您相信我 我相信你 温大夫 您好 是你给我送的信 正是啊 请问你是 您先请坐啊 温大夫 喝口茶暖暖身子 还是先说事吧 好 我这儿有张照片 麻烦您过目一下 我下了 你又在家里面 大夫 现在来 你都会听到 别人 没人 人敢干嘛 大名人 岳小婉 岳小姐呢 她也是大名人 您是有家事的 她是单身 你们俩这种关系 不大妥吧 我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 温大夫 您这样整个茶楼的人 都要听到了 难道你让我打开窗户 对着大街 告诉他们这件事啊 我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 我这也是为您好吗 我这用心良苦啊 有话直说吧 但是绝不能因此 玷污了岳老板的名声 您放心 您的心意啊 我明白 明白 你 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啊 岳小姐 您是什么人哪 这点钱对你来说 不算多吧 这心也真够歹毒的 这不是我歹毒啊 是你们做的这个事之前啊 有钱不赚是傻子 再说了 我如果有钱 还能问您要钱吗 咱们别的都不说了 一口价都买卖 什么时候钱到 照片 底片 都归您 您看如何 赚钱对你来说这么难吗 这一点都不难哪 凭您的本事 这钱马上就能赚回来 但是赚名声难哪 名声如果倒了 再多的钱都扶不起来 这笔账您会算吧 您少过温太夫了吧 只要您少款 我去找他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还没有告诉温先生 您希望我去找他 不是 既然这件事呢 您已经跟我说了 就不要去找温大夫了 所有的钱我来出 行吗 行 岳小姐 您爽快 我就全听您的吩咐 什么时候付钱了 半个月后吧 时间太长了 可是这么多钱 我一时筹错不来 筹钱是你的事 就七天后 还是在这儿 一手交钱一手交照片 如果到时候钱不到 或者说你有别的心思 别怪我翻脸无情啊 好 一言为定 只是此事到此为止 如果要是缠出去 你可一毛钱都得不到 好 温小姐 咱们俩是头回处身 您对我不了解 您放心 我这个人啊 做事讲究 好 七天之内 我必会把钱付你 温大夫 您是一根扁单挑两头啊 爷们儿 少废话 您要想拿到钱 您就得听我的 您吩咐 首先 这件事你要保密 绝不能告诉岳老板 这事您放心 我不就图个钱吗 钱能堵嘴 还有 这个照片不能漏出去 如果你背心其意 我定不饶你 必会鱼死网破 温大夫 您放心 我一定照您说的办 来 别離开 师父 看见师母了 师母她去买菜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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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带钱了就回来了 你在翻什么呢 我想换点衣服 你这衣服 不是早上换的吗 是啊 我穿着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呀 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 反正就是不舒服 还长毛病了 师傅 师傅 师爷来了 陈海呢 在屋里 怎么没去诊所呀 今天休息 爸 三十万二十万你们都来了 来来来 来了 赶紧上茶 好嘞 不用 来 来 关门 关门 跪下 不是爸爸 您这是什么意思 跪下 逆子 翁家的祖先在上 你讲讲吧 爸爸 您让我讲什么呀 你做了愧对祖先的事 还装糊涂是吧 爸爸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不明白 那我今天就让你明白明白 明白吧 明白吧 爸爸 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明白 来 请西医掌学 去西医院参观 还推广什么 中西医结合 取长补短 咱们的中医 有短要补吗 用得着给西医取长吗 原来是这件事情 爸爸 您听我跟您说 你别跟我说 跟祖先说 祖先在上 翁家后人封泉海 叩拜祖先 是 祖先荣禀 我乃翁家之后 自小继承 先祖的遗志 严守医道 精修医术 是把翁家医派 乃至中华医药 发扬光大 这数载之中 我辗转南北 摸爬滚打 历尽艰辛 总算是学到了一点本事 立足于上海滩 这几年下来 也做了几件 自以为光纵要做的事情 这陈年往事说什么呀 跳旧镜子说 几个月之前 我应邀同一名西医 并试医术 师母 给我 那我先下去了 走 就是在这回 中西医的比试中 我发现在 伤寒病的治疗上 中医 西医各有所长 如果中医 西医 能够互相结合 就能够更快更好地 解除患者的病痛 我由此想到 在其他的病种上 如果中西医结合 也许能够取得更好的疗效 中医为什么不决 就在于有了天 天是什么 就是实实在在的 存在于无数患者心中的疗效 和信仰 就是人习 人心就是天意 人心永存 但是中医就永存 中医要进步 中医要立于试 而经久不衰 就是要补其短处 扬其长处 扬肠简单 补短 却非常难 补短不是弊短 就是要学习 要进步 这就需要中医拥有 包容的胸怀 不能一味地择吃喜 我以为中医应该向西医学习 闭嘴 你还向着西医说话了 怎么 中医请不住你 瞧不起中医了 还跟祖上变上礼了 祖上什么不懂 用得着你讲 赎典望族之辈 该打 认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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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措可认 爸爸 中医不能故步自封 中医应该打开眼界 敞开胸怀 海纳百川 只有这样 中医才能够往前走 才能够一立不倒 这是千古圣贤们所期望的 也是我们翁家祖先所期望的 你还说还说啊 我打死你 爸 歇歇会儿 您 您喝杯茶 爸 二叔 您喝杯茶 三叔 您喝杯茶 你说了那么多话 喝杯茶吧 清海 一茶代酒 请祖先 爸爸 二叔 三叔 我所做之事 温馨无愧 等我中老那天 我见到了祖先们 我也是这些话 如果祖先们不满意 打我骂我我全受着 如果祖先因为这个 除了我的名 我也认气死我了 这就会打死你 爸 您听我一句好吗 爸 你打得太对了 这翁泉汗太不是东西了 他从小吃翁家的 穿翁家的 又学翁家的医术 他现在翅膀硬了 翻脸不认人了 还天不怕地不怕的 到处惹祸 远的不说 就说他来上海这些年吧 他得罪了多少人 他为了给别人家治病 居然两次差点坐到牢 有一回 去旷山之混乱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非得 皮颠皮颠地去伸把手 大甲药得罪了药商 他们都恨死他了 他们背后 没少给他下班子 这几年 为了中医的事 他什么都不顾 不顾自己的病 不顾我和孩子的病 爸 你说他毒什么呀 眼下他又和西医插合在一起 还弄什么中西医结合 推动 中医进步 爸 你说他是不是个傻子 我 我给你这个傻儿子 是过够了 您今天来 正好我给您说清楚 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宝秀 你们俩的事先放一放 你看 我和你二叔三叔啊 还饿着肚子呢 是不是搞点吃的呀 爸 我这这些给你做啊 把祖先收起来吧 你也起来吧 你看 你不要 你不要 你先放一瓶 我 你可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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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进来就进来吧 这是你的家 想明白了 什么想明白了 看明白了吗 看什么明白了 您说的我没听懂 少跟我装酸 爸爸 刚才我说得很清楚了 中西医需要结合 需要护补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更多的患者 摆脱病痛 我说的是保绣 多好的媳妇 满眼就装得全是你 你得对人家掏心掏肺 实心实意才是 我老了 活不了几年了 在衣裳 我管不住你 也帮不上你 你自己有多大本事 就使多大本事吧 这衣裳我管不了你 可家里我得管 要不我就抱不上孙子了 您看您 我也都是半百开外的人 这孩子 那是说要就能要上的呀 我哪儿 要得上就要 要不上也没招 我呀 这当是个念想了 但我听他们是 你得下来 岳小姐做事果然爽快 合作愉快 告辞了 东西带来了吗 照片 笔片都在这儿 很濟大 就 小心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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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sneez 走 走 走 别动 救命 别撑走 别撑走 баб杰 干什么 我想说什么 怎么办啊 我 你确实说得不行 你要是生气 你把这房子烧了 真是 你说你发这么大的火 为什么 都道不明白 你说说 老秀 老秀 你别这样 好吧 这件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跟你一样 你全明白了 全明白 你们俩什么都没有 就是朋友 对 你说得没错 我脑袋一热 犯了糊涂 没吓着你吧 我是大夫 见得多了 没吓着 耍吧 他这是早 大夫 我们中午是一起吃的饭 吃完饭之后呢 他就开始头晕恶心 还是吐 来 外旋细数 舍边青紫中有淤点 且全身的皮肤发紫 毁暗 半旋晕 呕吐 这是中毒的病症 中毒 他 他怎么会中毒啊 对 不对 你说的情形啊 不可能中毒 你再仔细想想 不是 大夫 他总会是中毒了 您把这毒解的不就行了 毒有千种 不清楚中的什么毒 我无法下药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太难受了 别 别 别说话 别说话 大夫 死了 您抓紧吧 他命都快没了 毒这个东西啊 要对症下药 不然的话也会要命 不是 大夫 您这是一根筋哪 您 您这见死不救啊 您要是不能治的话 那我们换大夫了 耽误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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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 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是中的什么毒 行 别让大夫知道了 气不够胡乱用药 是不是为了 先生 我想出去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 你干吗去啊 先生 他病得这么重 哪能让他走啊 来 我背他走 哪能让你背啊 把他放下吧 咱去哪儿啊 找大夫呀 好 赶紧走吧 不是 来 我背了 这位大哥 您病得这么重 怎么才来啊 就是病重了才来的吗 那您生病之前 都干什么去了 睡觉啊 那睡觉之前呢 吃饭哪 那吃饭之前呢 出门了 出门去哪儿了 客啊 这男手 别跟我说话了 那你跟我说 好 行行行 那他都去哪儿了 我们去玩了呀 去哪儿了 山山水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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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去之前都这样吗 挺好的呀 好嘛 好啊 我喇一天肚子了 你拉肚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喇得也不严重啊 就没跟你们说了 你偷吃什么了 吃的都是一样的饭哪 那怎么就你拉肚子呀 哎 哎 那我想问您啊 您是拉肚子就没吃药吗 哎 上了山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儿的 上完儿找药去 哦 那您就这么硬挺着呀 肚子疼了 着点儿方便呗 还能拉一枯豆子 山上还有茅房呢 哪儿来的茅房呀 您就在树林里方便了 哼 哎 我说您 您姐不没话凿花吗 小兄弟她很难受 你就边边之间没用的了 行吗 病这个东西啊 它就怕琢磨啊 这越琢磨越难受 好人这么琢磨 都能给琢磨出病了 咱们这么聊聊天啊 就让他把病这事给忘了 哎 对了 大哥 您不会在树林里方便的时候 被蛇给咬了吧 咬了能不疼吗 那可不一定 不对 咱得回去 哎 回去干吗呀 我 当时 放便完我没带纸 就拿棋树叶子擦的屁股啊 棋树叶子有毒 你中毒啊 是由他引起的 不 大夫 这 这毒好解吗 想解此毒不难 山树皮尖水 服用即可 太好了 太好了 多亏这位小兄弟刨根问底 这不然我们还真就那么明白了 不不不 话不能这么说 我 我当时是看他病得挺重的 又没个车 就帮忙刨个腿而已 您太谦虚了 这看徒弟 这看师傅 温大夫 你果然名不虚传 谢谢了 谢谢 先生 我来给您倒点水 给 先生 我 我确实是看 那个人病得挺重的 怕他走不了路 所以我就帮了个忙 我明白 当时没给您解释清楚 就是因为怕他们再走没影了 就找不着人了 我明白 先生 我真的认识了 那就是我 我还想看会儿书 你先去睡吧 哦 那我先出去了 您也早点睡 哦 问过花落 最后一片暗香 再沉浸 思念会有多漫长 听我一个心 只为你痴狂 才念念不忘 往日失望 看你看那 风尽忧伤 唯有你消失在 那山窗 爱若漫漫的漫漫 凝藏 唯有一点可那么 异常 是烛火箭日若云霄 任岁月流转 让多少过往滚烫 多少过往滚烫 爱若轻轻的群聚涌 会有一丝丝可能 像从前一样 烛光归一身苍燃 任岁月流轻的群聚楼 让多少过往滚烫 让多少过往滚烫 爱若轻轻的群聚楼 爱若轻的群聚楼 让多少过往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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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